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 我们今天这个课还是继续我们来研读中国绘画的理论 包括技法各方面的知识 我今天把潘天兽三十多年前出版的潘天兽论话笔录 这个课拿来这里面他谈到了先是诗画融合相得异常诗画融合的问题 关于中国画的构图 这是每一个学中国画 尤其我们学写艺画 这个同学们都应该明了的 中国画构图有它的形式和方法 书法学习及国画的布局 就是书法的学习 书法在国画当中的布局 古画收藏的和保管 当然这个跟我们关系不大 创作所谈 一个画家他的创作 他对他的创作的理解 略谈扬州八怪 因为扬州八怪离我们并不太远 他是清代的 这些画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个性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谈过 关于基础教学 什么是基础教学 对中国画的基础教学 再有达史鲁同志问 另外国画创新 任伯年的绘画艺术 怎么认识 再有古法用笔 那么这里面我们今天可能找一些重点的东西来跟大家研读 对于启发我们对中国画的技法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比方说中国画构图的问题 这个构图的问题 因为我们前面研究的那些画家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的去讲解 很多老先生在谈构图的时候也不系统 只是一些简单诗意化的语言 那么潘先生这个他是比较系统 因为他搞教学 所以这对我们同学们学习是有帮助的 潘先生这个东西也是他在给学生上课 或他的一些发言整理出来的文章 你们就要下乡了 时间的关系我暂且不讲构图问题 带大家回来 再根据你们提出的问题做系统的讲授 因为他这里说到系统很重要 现在你们就这次下乡谈谈注意之点 下乡注意之点 第一是思想改造 第二是体验生活 这当时我们可能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 学生也好还是老师都要下乡体验生活 思想改造 第三是锻炼身体 第四在收集画材 在收集画材中遇到的布局问题 这是练习构图的好机会 但构图必须有思想性 思想性与构图是密切结合的 董奇昌的名言《行万里路》就是指体验生活 古代画家且如此重视体验生活 现代画家就更应该如此 不过内容的含义不同 文艺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产物 也就是说文艺作品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反应 自然界中的一切的形象与色彩是没有思想性的 例如一棵树或一个花朵本身是没有思想性的 但是画家的画的人是有思想性的 因此无思想的对象 经过画家的眼与脑的观察和想象 也自然有思想性的 其实画它本身传达的一种思想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照着一个死的东西去画 不是 古人看自然与今天的人民群众看自然有所不同 时代不一样 因为时代不同 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同了 艺术家深入生活和反应生活 不是自然主义的看到什么了就表现什么 而要抓住当代生活中的主流思想来表现 既要懂得 憧憬眼前所需求的美景 又要向往进步 未来 更要有美好的幻想 才能深入一步 先进一步 而后起着引导群众向前进的作用 有人说花鸟画没有思想性 古今画家都画牡丹花 旧牡丹花说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我说不然 花鸟画同样有思想性 也同样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 画家的不同思想和观点 过去的人以为牡丹大红大绿 既艳且丽是富贵的象征 故牡丹素有富贵花之称 那你说古人看它也是有思想性的 不论看花的人或者做画的人 一看到牡丹就联想到富贵既富且贵 这是封建社会里大家所具有的观念 如以牡丹和猫蝶同画 画牡丹花和画猫画蝴蝶 画在一起 谐音贸蝶 叫做贸蝶富贵 就是人老了 就是你这个人八九十岁了 很富贵 这是对人的一种 这是什么呢 就是也说一种美好的向往 他在解释了 年八十至九十称贸 年八十称贸 这就是贸蝶富贵 即长命富贵的意思 以牡丹与玉兰和画为之玉堂富贵 以水仙与牡丹和画为之富贵神仙 这个题法我们去在齐白石的画里经常看到 是不是 以牡丹和昌土和画为之贵寿无极等等 今天看牡丹 看玉兰 或看水仙 看昌浦 则完全不同了 牡丹是粗枝大叶大红大绿的美丽花朵 它象征着繁荣美好的景象 也可以用它来象征社会欣欣向荣 无限光辉的现实生活 这就是今天牡丹花作为绘画的内容所具有的思想性 因为这本书这都是六几年的时候的 那个社会条件下写下来的 花鸟画如此 山水画更是如此 元代的泥泥泥画山水 往往是空山无人 只画山水不画人 画中的景象荒舒冷落 这是由于它的升回元代末年大乱 将其一切无所希望 只求逃避现实 横溢天舟与五湖之中 他说这个倪云林的画风 是因为元代末年的大乱将至 那种社会条件下 在一个横溢天舟 你说天舟与五湖之中 中年感受着 荒寒冷漠空山萧瑟的景致所致 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人们的思想的一种观念 的一种反应 故在画面上 仅画些枯木竹石 极度地表现他内心的抑郁不欢 这不就是倪云林的思想吗 所以我们的画画是思想 是思想 但是随着我们的思想的进步 随着生活方式的古时不同 以及国际交往的开展 画家对事物的观察深度 与广度的随着提高和变化了 舟车桥梁农田房舍 以及花花鸟鸟的新来的品种 自然不能与古代相比拟 即便对一般固有的题材的构思 也不能与古时候的想法完全相似 当然画家笔下的作品 也不会和古人完全一样 这就是一个思想性的问题 思想性的问题 他比了一个例子 他说陶渊明有一句诗 叫《鸡鸣桑树颠》的诗句 一般没有体验过鸡的生活的习惯的人 读了《鸡鸣桑树颠》的句子 以为陶渊明所住的地方的鸡能高飞上树 说鸡鸣桑树颠 这鸡怎么上的树 鸡又不会飞 是吧 因为读了他这诗 就觉得可能他那那鸡就能上树 其实他说不是 其实陶是江西柴桑人 那一带所种的桑树都是低桑矮很矮很矮的 鸡上树是用两脚一步一步连飞带跳上去的 而不是飞上去的 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读懂鸡鸣桑树颠的诗句 故画鸡不能立得太高 画鹰你看啊 画鸡不能立得太高 画鹰不能站得太低 画麻雀不易立在老松树上 画荷花可以配柳树和芦草 但不能与松树配在一起 我们中国画题材它还是要有合理性的 它还是有选择的 是不是 你画荷花 这边画一棵大松树 它就不合适 它就不合适 是不是 否则就会不协调 不合适就是不协调 以山水画来讲 有时画大片重重叠叠的山不好看 那就不必画全景 就这个问题啊 我现在遇到好多好多年轻的画家 拿画来给我看 他们画的山水 让我看 画得很大 包括我们现在去看展览会的时候 也会看到这个问题 这就是个修养问题 什么呢 他画的重重叠叠的山呢 这山一层画的一层一层一个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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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一下好像好多展览会都有这种山水 是吧 说什么 这是我在哪里写生 这个这个 其实呢 他就不知道 中国画不能不是这样画 可以画局部 可以画局部 画会也一样 李晴江画梅花 有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支的诗句 即使说画梅花可删句不必要的 选出两三支入画的画来 就是了 这是画 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思想 要知道画是画 画要表现你所表现的东西 没有必要的东西就可以忽略 山水中往往把东边的树和西边的石合并为一幅画 画稿 比如石写生要出色 也就是选材的办法 石涛说搜尽其封打草稿 搜尽其封凑配其封 画成不平常的作品 好多人不理解石涛这句话 就是说搜尽其封 打草稿认为就是写生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 也是他的书里写的 就是画一张大山水 画了一个杖尔P 那里头山可多了 一个头一个头一个片的 是吧 结果画出来不好看 我们看上去以后就觉得很零碎 很零碎 你看傅宝石先生不是这样做 他那一张大山水 就那一个大山坡下来 底下树或者有东西 感觉气势宏伟 是不是 就不是画的一个一个一个 不是那个样 所以画要有思想 要有思辨的能力 材料 收集其以后如何应用 我们搜集材料 速写等等这些材料 说怎么去运用 这就得和很好的研究布局 就研究布局 构图了 就是布局 古代画家不同的处理手法 都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石西与八大等人的布局 就迥然不同 各真其妙 石西的布局多茂密 提的款总是长款 八大布局很书简 提的穷款多 他的花鸟画往往画材极少 而空白很多 不但空而不空 反而觉得高滑空阔 渺无边际 独树一帜不同凡响 咱们也研究了八大 你看他那些构图 那些留白 石西的画多茂密厚重 一层一层的 但是他这个一层一层 人是画得很厚重的 不是说刚才说那个山头 不是那个形象的 空处无多 就是画得空的地方很少 总有空白也常提 长款 有一块空白 他也提了一个长款 这点有点 后来的李克冉有点借用他 我看李克冉好多山水画 也是画的 冲天塞地 然后上车就留了那么一小块白 他还写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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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是李克冉先生独创吗 可能他画面的东西是独创 但是这种画法 这种精神 这种构图的形式 他也还是有前人的影子在里面 虽然这样 却显得密而不密 不是画的就是显得让密的都透不过气来了 似乎下笔时画不尽 我们观看时也看不尽 没有多余之处 使人百看不厌 余味无穷 八大的穷款和十兮的长款 都与他们的构图相配合 这是相配合了 值得我们学习 我在这说一点 前些我给大家讲礼法的时候也讲过 宽能走马 密不透风 但是陈板定先生曾经在谈话的时候 他也谈这个问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说宽能走马 密也要透风 因为什么呢 古人 我刚讲了 我们读画论 读古人的诗句 或者读古人的话论的时候 往往他是从一个主观强调的角度去谈的 宽能走马 密不透风 但是真不透风还真不行 所以密也要透风 这就是从画的更高的一个层面 去讲这个道理 这跟潘天寿讲的这个实习的这画的道理是一样的 画家不能局限于画画的一面 对诗文 书法 画理 画史 诸方面的学识都要有很好的研究 学识要博 见文要广 举一反三 融汇贯通 王世古说自己的画清绿山水三十年 使之清绿的着色法 其实他的清绿只是小清绿 与赵紫昂文征明承袭而来 从赵紫昂文征明承袭而来 既以普通的水墨山水加小清绿而成 有人曾批评王世古的清绿 清心有于古厚不足 不及仇事众 因清绿使重色 故以古厚为上 花青 褶石等色 亦于清而淡 却与重色不同 所以画画不能偏于一面 对各家各派都要有欣赏 学习的手段 画大写的也要画双钩重彩 我们画大写意的人 也要注重双钩重彩 搞大气雄剑一路的也要搞点轻易秀丽的东西 也要搞 就是手段呢 我们画画的人要十八般武艺啊 不能够就是偏于 就不行了 当然 不要平均对待 看的东西不能太狭窄 范围小了就容易落手套子 辨不出东西来 从大写花鸟来讲 如无昌硕 陈时增 齐白石 住家为一路 这是一种流派系统 这是流派系统 再追溯上去 可以看到赵之谦 扬州八怪 八大 石涛 青藤 林良 住家都是大写 他们的画别具风格 面貌各异 每个时代的画家都有不同的风格的特点 我们都应该做深入的探讨 吸收其长处 以为创新的准备 千万不要研究吴昌硕 就只有吴昌硕最好 这个我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研究齐白石 就只有齐白石最好 学一家 偏一家 形成 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的 扼兰习气 扼兰习气 这不是画家应有的学习态度 我们初步 我们初步实习创作 更要做多方面的尝试 从今天开始 我打算分几个方面 讲讲中国画的构图问题 求学问是无止境的 探讨学术问题 需要大家共同来研究 我讲的东西只是向你们做开导 具体的路子要你们自己去走 去实践路使人走出来的 视在人为造画为师 这前面他给同学讲的这些 其实我觉得这里 他提到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 好多人就是一学师 学画的时候 他都愿意找最大的画家 因为有了一个好老师 我就行了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 画家是分的 是画大写 专长在哪个方面 他自己的风格什么样 有其长 人有其长都有其短 千万不要认为那老师最有名就是最好的 不见得 这样的画家去学画 他学不进去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他老师就是圣人 我是圣人的门徒了 还不就是二圣人了吗 是不是 所以他别的不学 别的也不看 所以呢 最后呢 他就只能是奴智了 是不是 学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跟老师要学什么呢 要学理 要学画理 是不是 在初学的时候有一点老师的风格问题也不大 对吧 但是光是老师的风格 老师有构图 老师没了 你也没了 那就不行了 主要是学理念 所以我觉得老师更重要的作用是启发 是传道 解惑 是吧 最后才是受计 当然计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计要活化了的运用的计 他现在呢 这下面是讲这个构图的第一步 我没说构图的第一步就是 是什么呢 是开合 开合从字意上讲 开即开放 合 即合拢的意思 绘画上开合于做文章的起节 做文章有起头和有结束 起节是一样的 凡文章均由起 成转和四个部分组成 是吧 起节为文章开头与结尾 转成为文章的中间部分 一篇长文章有许多局部起节和成的转 和成的转 也有整个起和结 像《红楼梦》 这部长篇小说 它的笔墨描写 封建贵族大家庭中的没落生活 最后的林黛玉 抑郁而死 贾宝玉的顿入空门为结尾 其中有许多小起节穿插在一起 变化极为繁复 一张画起得好与不好 结得好与不好 主要就是这两样问题 花鸟画如此 山水画也如此 这里说的很细 举了很多的例子 是吧 把这个文章的起成转和 这种关系 是吧 就跟我们画画道理是一样 当然了文章的大的起成转和 那是非常繁复复杂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关系 是不是 我们画画呢 指尺之间的一张作品 一个比方一个四尺整纸的画 或者最大的一个张尔批 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像文章里头那么复杂 但是它道理是一样的 好多同学画不好画 为什么 就是这个道理他不明白 他只有眼睛的雾 没有静 所以呢 他也就没有安排 他不知道何为安排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他不知道了这个起成转和 开与何的关系 这些东西呢 是方法论 也是艺术的语会和形式 这些东西呢 包括了构图的问题 笔墨的问题 是不是 这笔墨时转的问题 境界寄托的问题 这都是艺术形式所要有的 含量 那个去是什么 不是乐趣那个去 是让你欣赏到 让你能够从画面里的笔墨构图里感知的那种欣赏性 那种看了画以为有余味无穷的去 而不是说看了画一个图结 这个铜锣就铜锣完了 那个铜锣 外头的铜锣开的比你的画漂亮得多 还用去看你的画是吧 是画里 传递里 自然界里没有的去 花鸟画 山水画都是一样的 如图一这一幅山水画 其起乘转合关系 一为起 我们看过一在哪 一在这个位置 这一这个山坡 这一为起 二为成 一个山坡完了 这有一个大的石头 这是一块山体 一个大的山体 三为转 三在哪 在这儿 三为转 这什么呢 这三画的是什么 是船 为转 四为结 四是什么 远山 这些泼水 画中的房屋和树 塔 画中的房屋树和塔是辅助的材料 是注意点 但不是成 也不是结 而远山是结 远山是结 故极为重要 一幅山水画 只有成 而无转 就感到直率 画中之三 是一只反向的船 这个反向的船 做一转折之势 就打破了直率 结是收尾 又如文章的结尾 不一定太长 既要有脱势 又要有摇曳之志 才能对整个布局起重大的作用 在古人论画中 对开河的论述也不时有所看到 资路董其昌画指如下 他说董其昌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古人对这方面的论述也有 古人运大富 就是画大的东西 指三四大分合 所以成文章 随其中细碎多处要以取士为主 我们说一个画要取士为主 这是在画禅史随笔 画禅史随笔 这本书是董其昌的笔录 凡画山水去分明分和 分笔乃大纲宗也 有一副之分有一段之分 有一副之分一段之分 与此了然则画道过半矣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一副之分一段之分 有大的开 有合的关系 这样的话画道已经成了一半了 就是我们构图好了 这个画大概其也就有一半的成熟了 分合与开合稍有不同 开细起成是结起的 转是成后做回转之事 最后是结尾 然而大开合中 每每有小段的结起 大开合当中有没有小段的结起 这指的是创作大画或者山水这方面 使构图复杂起来 层次变化也增多了 分合系指构图中的局部期节 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在大开合当中啊 的疏密 疏密 刚才我讲了 就是宽灯走把 密不透风的疏密啊 就是指的分合系统构图中的局部的期节 在疏密里头 其实它也有期节 说法不一样而已啊 是大开合中派生出来的期节 如果一幅构图仅有大起大结 而没有分起分结 亦流于简单冷落 是吧 就太简单太冷落 有了大起大结 又有小起小结 才使构图更有变化与复杂了 这个画面的构图啊 复杂了 为什么要复杂呢 就是文思看山不喜平 是不是啊 它越复杂的东西 它才越不可能是平 它有跌宕 有起伏 这个不平 不平呢 这个东西它就好看 文章就好读 读起来啊 就有味道 是不是啊 我们有时候 这画儿老师不知道怎么画 就不知道从哪下笔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脑子里对这些东西啊都没有概念啊 没有艺术语言的概念 没有艺术形式语言的认知 怎么画画呢 是画不好的啊 布置花卉的构图 画中只有一个大起结 其余许多细碎处是统一在大起结之中的啊 这是一分釐的 如图二 一为起二为结 但其中有一附属的小起结 既以一为起 以二为结 就是一是起 对吧 是一是起 对吧 这一是起 使整个布局热闹而有变化 若把起步向左边引伸出去 可见小枝干是由大枝干上分出来的 小枝干刚才讲大枝干分出来的 如图四 分点显然在画面之内 而不在画面之外 这样的构图显得脚步太尖 这构图还显得脚步太尖 反而分不开了 不好看了 倘若如图三的布局 起步东西太小 节步也不过多 仍然感到冷落是不好的 像这个这就不好了 是吧 但是这个我们了解了知道了这是一个画画的一个礼法的东西 就可以了 其实构图目的只有一个 布置得更加好看罢了 这里面讲的基本的内容都是这些 包括了这个白菜 你看这个画的这个 我曾经给大家讲这画三不画四的道理啊什么 在这里的都是这样 是吧 这两个薄菇 你看这个三个之间的关系 在花鸟画中以虚求实较困难 在山水画中较易理解 如图七 我们看 这个花鸟画啊 这个虚与实啊 确实跟山水画的虚与实啊 在理解上啊 它不是一回事 山水画的虚与实啊 往往之实 你比说前面的山重 后面的虚 云虚淡了 是吧 它就叫虚和实的关系 远数和近数的关系 这是虚实 我们极容易理解 也极容易去看到 也极容易去处理 但是花鸟画的虚实呢 就不是了 花鸟画身上 画面上只有实 没有虚 是不是 我们画一条线就是一条线 我们点一个点就是一个点 对吧 那么花鸟画的虚实是什么 花鸟画的虚实 画了的都为实 没画的都为虚 是吧 我们画在纸上的一切都是实 但是我们往往这个实 确实为了那个虚所服务的 所以花鸟画要比山水画 我觉得更高级的就在这儿 我们所画的一切的画 一切的笔墨留在纸上的都是为了那个空灵 那个虚的东西而服务 传递出来是那个虚 通过那个虚让我们感知到那个实的意义 所以你看它跟山水画不一样 所以花鸟画在构图上的要求 在开和关系松紧松密的这个关系上的要求 就更要下功夫 我们所画的这个花鸟画所画的这一切东西 画材都是实的 呈现的意境都是虚的 是吧 所以画画要造镜 构图本身就是造镜的一种手段 所以刚才他也说了 画鸡不能把它画到树上去 画老鹰你别给画到地下来 是不是 这些其实都是生活里面的常识 但是怎么画到画面上才能感觉到呢 你把一个鹰举得高高的 在一个大石头尖上站着 是不是 然后下面有点松枝 你就感觉这鹰很雄壮 就感觉鹰很有气魄 是不是 你要把鹰画到一个大石头底下 这鹰倒霉了 肯定是 是不是 就是英雄落地了 是不是 我们就说你英雄落地了 这个寓意就不好了 是不是 所以画画这个东西 这个构图其实和我们的思想 境界啊 这个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怎么去认识 怎么去画 怎么去构图 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话 要有不同的处理的形式 但是总体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给我们总结呢 就是开河 疏密 松紧 张驰 等而这些 这些是道理 如何的应用 还要看具体的对象 具体的内容 来定 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这种关系 就可以 就可以 有时候运用起来 是反其道而用之 这也有 是反其道而用之 可能又出来一种更新的 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东西 也有 那这就看你这画家的才情如何了 是不是 所以画画这个构图的问题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好多好多 所以我有时候讲过 我说你画画没画好 如果你把一张画 说你笔墨差 你这个形象画的 也不是那么太准确 但是你构图够好了 说这张画它还是可以成立的 还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你构图没有的话 你说我这笔墨再好 你这画也没法看 它里的构图都没有 还看什么呢 那笔墨的趣味肯定也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 在花鸟画中的虚 求实叫困难 山水画中叫容易理解 山是实的 天是白的 山下有云 虚枝 云下还有山 虽然云下的山未曾画出 却同样感觉到山之延伸 使山势显得很高 既为虚中有实 天空不画任何东西 云和天同样是虚的 却感觉不同 就是我们天没画 水也没画 但是因为天在上 水在下 对不对 我们就会感觉到上面是天下的水 天空仍画一排艳 那就是天空 则使天空格外的空旷 令人感觉到空处是天 意境更好 也既为虚中有实 空而不空也 这个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 我们再以图七八为列 从两组蓝叶的布局来看 大组为蜜 小组为书 大组的蓝叶随蜜 但蜜中还是有书的存在 书不能平均的书 蜜不能平均的蜜 书中要有蜜 蜜中也要有书 书蜜交叉得体 书蜜交叉得体 使整个布局不平板 山水中画石头 求书蜜 必须有排比 有高低参差 才有远近距离的层次 如图七九的表现方法 是蜜中见书的 图中一二两十是蜜的 所以只有一点距离仍是蜜的 但有蜜中带书的感觉 图八十 却是蜜中不见了书 为什么 因为石脚的线没有高低叉刺 这石脚的线没有高低叉刺 我们再以三棵树的交叉排比来分析 各种不同的排比产生了不同的疏密效果 如图八十二 三条线的排比给人以密中有疏的感觉 而图八十一的排比 由于有两根线交叉 则显得更密 交叉的越多就越密 变化也就更复杂 如果三条线排比 如图八十三的话 也有疏密的意义 但由于图中的三条线布置的平行了 这三条线布置平行了 平行线即使延长的再远 也无交叉的意义 故觉得疏而呆板了 呆板了 图八十五显得密 秘密 因图中倾斜的平行线与纸边的直线是不平行的 图八十六 以不平行线的交叉则显得更密 且变化更复杂 布局生动令人悦目 像这个像箩筐 这平行的 这个虽然它是你看有直接是什么书 但它不复杂 不复杂我们就感觉到它 感觉不到疏密的节奏感觉 所以呢 这个道理啊 是很深刻的 这在我们尤其是我们画画鸟花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先生画起来 那么密的东西不读 有序 我老说 这个画的东西那么多 那么复杂 又是这个 又是那个 又是长的 又是短的 又是大的 又是小的 各种各样的花 是吧 画在一起了 而且有序 什么道理呢 就是它的疏密松紧的安排 是合理的 它是有序的 是有势的 我们所说的序是有变化当中的序 那么这个构图的这个问题 这一讲呢 我们暂时先讲到这儿 下面我们接着再讲下堂课 啊 感谢观看